今年的藏传佛誕日是6月9号 台湾撒家寺主持 隆德严靖仁波切 也就是隆德上师 2019年5月19号上午10点 为了弘扬佛法 护持佛门 特别亲自到台中市的台湾民俗武务馆 参加观音山 中华大碑法藏佛教会 2019年欲佛感恩祭 祭书画名家 黄登桂慈善书画艺术特展开幕仪式 在上午的这场宗教活动当中 中东府战略顾问郑德美上将 国策顾问纪正 雕塑家谢栋梁 立委沈智慧 台中市议员沈又廉等人 也都出席这场盛会 场面庄严隆重 这个佛法太重要了 我们这个佛法呢 就是这个社会啊 需要这个祥和光明的力量 慈悲的力量 如果常常有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在社会推广 有这种慈悲善心的人士呢 在履行佛法的教育的话 那就像我们人的身体呢 他的正气就会强大 身体就会健康 隆德上司为了推广佛法教育 还成立的观音山 中华大碑法杖佛教会 多年来在海内外举办 玉佛感恩祭 目前已经有100多万人参加 在今天活动现场 还有免费赠送 油粮书籍 跟蔬食便当 还有各式精彩活动表演 画家黄登桂 特别准备的60多年来 创作的400多幅 显秘佛教 山水花鸟 书法 油画雕塑作品 让大家都相当肯定跟惊艳 这一次追谋最大的 观音山中华大碑法杖佛教会强调 举办这场书画展 是跟信众难得的好姻缘 画家黄登桂 还来了一场极其辉豪 展现雄厚的书画功力 有信众就当场捐出了100万元 买下了这幅画 这场书画特展 会在台湾民俗文物馆 展到6月9号为止 记者陈文旭 阳中部台中报导